盆栽竹子的方法与技巧 俗话说 宁可吃无肉 不可居无竹 哈喽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家里面种盆栽竹子 就是竹子呢 它是比较容易生长的一个植物 家里面就是种盆栽竹子 应该说 俗话说得好 就是宁可吃无肉 不可居无竹 这个古典 这个民居 种这个竹子呢 很简单 就是 如果朋友啊 或者亲戚家里面有竹子的话 就随便挖一颗回来 就是不用说啊 要挖掉土啊什么的 都不需要 就直接的话 种到盆栽竹子 但是呢就必须 竹子呢就比较喜欢 就是湿润的地方 就是盆栽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必须前提是保证 每天必须浇水 它虽然说是赖汗 但是如果要想它长青长育的话 就是要每天固定浇水 这样子竹子它长得漂亮 看我种这个竹子 你看一下 呃 种了两年了 这个就是挖回来的这个干 这个这个挖回来的 就是一根光光溜溜的 拿回来种的盆里面 这个是盆来的 盆里面 但是呢 我种下去之后 经常浇水 它不需要什么肥 就是如果柔的话就更好 对不对 如果 呃 没有的话也不用吃什么肥 但是竹子不长得很漂亮 但是必须保持生育 因为以前在家乡种竹子的时候 都是种在那个 呃 西边啊 河边啊 岸边啊 以前夹的时候不懂嘛 它它长得很漂亮 后来就是慢慢慢慢体会到 它是需要呃 充足的水分 那才长得好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种竹子的这个鞘嘛 你看这个很漂亮 你看看 很漂亮 这个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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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没有 这个是我自己栽种啦 很漂亮啊 你看这个 今天下雨这个 这个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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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很漂亮 如果喜欢做什么的话也可以 啊 做一些很漂亮的 嗯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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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